Hello,大家好,我是许辉 欢迎收看《岳家新语》第二季 我的家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学音乐的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到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家里的叔叔阿姨们 全部都是教书育人的老师 所以在我很小的心里 我就觉得以后我肯定会做一个老师 作为我的职业 我的学情经历 和我其他华乐团的同事 也有不太一样的是 我并不是专门读音乐学院的 副中和副小的 其实我是进大学 才开始读音乐学院的 我每一年都去考了副小 然后当我读了中学 我又去考副中 我每一年都考上 可是从来都没有去读过 每一年都放弃了 我就一直问我爸妈 我说为什么我要去考 考了你又不让我读 这不是很浪费吗 就很没有意义吗 他说不是这样的 我们让你去考试 是为了做一个自我的鉴定 你能考上就说明 你的能力是很强的 是足够的 基础教育其实很重要 可能对一个孩子来说 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 不要把小孩还在那么小的时候 就定下了他以后要走的道路 然后就这样从小学考到初中 最后同事被上海交通大学 跟音乐学院大学部录取了 这个时候父母就说 你已经长大了 你到底自己想喜欢什么 你想读什么 你自己决定 那我觉得音乐从小到大 真的是我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能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快乐 比读书带给我的快乐 再多那么一点 那我就决定选择 读上海音乐学院这条路 从大学才开始正式地加入了 专业学习音乐的行列 我除了练鼓针 就是在练打击乐 这两个乐器我都非常的喜欢 当然古针是我的最爱了 打击乐是我的第二爱 当我考入新加坡滑乐团的时候 我刚好是以古针兼打击乐 演奏家的身份来考入的新加坡滑乐团 所以在平时可能常常有看滑乐团演出的观众朋友们 会留意到有一个弹鼓针的演奏家 可能过一下子就跑到打击乐声部去打一下了 其实那个人就是我 可能弹鼓针的时候我是很柔美的 很古典的 但是打打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热情很帅气的 我很喜欢在这两个不同乐器上表现不一样的自己 平时工作演出练琴教课之余 对我来说最开心也最放松的时刻就是陪着女儿一起玩了 陪着她玩的时候我就觉得把我小时候没有玩过的东西从头再玩了一遍 我跟她一起打游戏啊 一起玩Uno啊 纸牌游戏 等她再长大一点 我就跟她面对面一人一个琴 跟她一起练琴 也教她弹琴 再长大一些我就和她一起看书 从小培养她的一个阅读习惯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特别喜欢 围在一起 坐在一起 然后再看看书 吃吃东西 这样这是我们最开心 最放松的时刻 在这么多年的教课生涯里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有一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是新加坡华乐团和德意志银行举办的一个公益音乐会 叫做Dream Beyond 在台上我牵着那些学生上台 因为有些孩子脚不好 他没有办法很稳地走路 然后我看到他们很努力地在一个一个控制着自己行动不变的身体 在一个一个硬打 那个时候我在台上我就哭了 特别敢 特别地感动啊 所以那个震撼对我来说是特别不一样 下场以后呢 我就包着那些孩子 然后也跟他们哭到一团 哇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新加坡华乐团 新加坡华乐团从我儿时起就是我的梦想 如今我能够圆梦在新加坡华乐团工作真的非常的幸福 放眼望去我的周围的好多同事都是成名成家的 让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有丝毫的懈怠 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 努力地提升自己 嗯 和华乐团一起越来越好 嗯 和华乐团